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看了赵丽颖,谭松韵我才明白 容颜这三种特征 年纪越大越吃香 年纪渐长之后 女人们普遍会对脸上的变化变得特别关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 胶原蛋白的流失 使皱纹变得越来越明显 然而,有些女性的脸上却拥有一些特征 使她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吸引人 不仅不显老,还不容易长皱纹 赵丽颖和谭松韵就是这样的例子 她们拥有的特征让她们的美丽越来越耐看 以往赵丽颖和谭松韵的外貌并没有现在这么出众 并且给人一种平凡的感觉 但是在她们步入30岁之后 却让人越看越叹为观止 今天我想整理一下谭松韵和赵丽颖 脸上共同拥有的三种特征 如果你也具备这些特征 那简直就是美神降临了 快来看看吧 面部线条流畅圆润 抗老化十足 仔细观察谭松韵和赵丽颖的面部特征 你会发现她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脸型 她们的面部轮廓流畅圆润 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给人俏皮减铃的感觉 看上去充满少女感 这就是所谓的娃娃脸 尽管她们已经过了30岁 但在她们的脸上看不到任何衰老的痕迹 甚至连面部凹陷的问题也没有 完全不像实际年龄那么大 反而更像20多岁的女大学生 如果你也拥有娃娃脸 那么在化妆时要特别慎重 娃娃脸的女生化妆不能太浓 特别是烟熏妆 会让你的面部轮廓模糊 失去优势 甚至显得老气 面部线条流畅的小圆脸更适合淡妆 底妆要轻薄自然 眼妆以低调的大地色为主 眉毛颜色应与发色相呼应 最后是口红 选择温柔的豆沙色能提升气质 在选择发型时 不要轻易尝试黑长直 而是可以学学谈松韵和赵丽颖 选择卷发 卷发加上带点弧度的刘海 可以轻松打造出甜美感觉 而且圆脸的姑娘们扎发比批发更令人惊艳 将头发谈成发际 梳起一点刘海能够让脸型更加精致 此外 在选择配饰时 不要选择过多的 一个或两个精美的耳环点缀就足够了 吊坠耳环能够突出面部轮廓 强调五官的立体感 窄额头和下巴 越老越年轻 第二种面部特征是窄额头和下巴 这样的脸型会呈现出短圆的感觉 没有长脸的攻击性 看上去更具亲和力 即使到了三四十岁 也能给人一种可爱有灵气的感觉 谭松运和赵丽颖都属于额头和下巴窄的脸型 虽然在年轻时可能并不拥有热门脸型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们看上去更年轻有活力 比同龄人更有精神 对于窄额头和下巴的女生来说 化妆上应避免使用过多阴影和深色唇色 这样会使脸部显得更加宽大 丧失了窄脸的优势 底妆要保持清透自然 腮红选择自然的粉色 打造出可爱的娃娃脸效果 眼部妆容可以选择亮眼神的大地色系 眉毛要画得稍微粗一点 能够突出眼睛的轮廓 在造型上 建议选择配饰上部分扁平又颜色亮丽的耳环 能够增加额头的宽度 发型可以选择略微分开的刘海和长发 这样能够遮盖额头和下巴的窄度 突出中间的脸部线条 大眼睛充满灵气 第三种面部特征是大眼睛 谭松韵和赵丽颖的眼睛都相对较大 给人一种明亮灵动的感觉 大眼睛的女生看上去更加可爱和年轻 也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于大眼睛的女生来说 化妆上可以突出眼睛的轮廓 使用自然的眼影色 并勾勒出明确而立体的眼线 这样能使眼睛更加有神 更加明亮 睫毛膏是必不可少的 选择浓密型的睫毛膏 能够让眼睛更加有神采 眉毛要清晰有形 避免眉毛太浓或太细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眉形 在造型上 可以选择戴一些简单而亮丽的耳饰来突出眼睛的重点 发型上可以选择略微卷曲的长发 或者是扎起一部分头发来凸显眼睛的魅力 总的来说 赵丽颖和谭松韵之所以在步入30岁之后 越发吸引人 不但与优秀的基因有关 更是因为他们拥有上述三种特征 使得他们的面部特征更突出 更加耐看 如果你也具备这些特征 那么恭喜你 你是真正的美神降临 不过 就算不具备这些特征 也不必担心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妆容和造型 就一样可以变得美丽动人 2.谭松韵图五已经开始显老了 已经没有什么少女感了 上滤镜还可以 谭松韵的显老热议 时光流转 美丽何需定义 近日 关于谭松韵的显老话题 在网络上掀起了一阵热议 但在这个瞬间 我深感有必要打破传统的观念枷锁 重新思考我们对美丽的定义 谭松韵 这位我们熟知的一幕女神 她的每一次出现都如同璀璨的星辰 照亮了我们的视线 然而 当时间的指针悄然转动 她的外貌似乎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但请允许我强调 这并非是她魅力的减退 而是时光在她身上留下的独特印记 她的美 从不是单一的 静止的 相反 她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谭松韵的美 是她对角色的深入诠释 是她对演艺事业的执着追求 更是她面对生活挑战时的坚韧与勇气 这种美 无需滤镜的修饰 更无需外界的评判 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每个人都在为了追求更好的自己而不断努力 谭松韵意是如此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 她的每一次表演 都是对自我挑战和超越的尝试 这种精神 难道不比单纯的外貌更加值得我们敬佩和赞美吗 因此 当我们再次面对谭松韵 显老这个话题时 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 不要仅仅局限于外貌的变化 不许可以占放在我们的心中